好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欢迎 我们的有小朋友在我们当中 我觉得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 那种气氛就非常的不一样 也有时候你会回头去看看他们 因为天父说 你们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 对吗 你们觉得今天的诗歌充满了 充满了什么 充满了天父的爱 对 充满了天父的爱 好 今天我要正道的主题是 我深信他掌管明天 我深信他掌管明天 不是因为我很会正道 其实我不会 其实我挺紧张的 当我在玉片这边到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紧张了一个月了 但是我只是诚实地尊照天父给我的话 他跟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传讲 如果中间有任何的枝枝节节 请你们原谅 OK 好 我记得我好像有做slide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 在我们整个进入这个正道之前 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一个很会忧虑的人 No 谁说No OK 好 好 那有些人会忧虑 比较会容易忧虑 那通常你会为什么事情而忧虑 什么事儿都忧虑 那可能有点严重了 那忧虑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会受伤 是不是会受伤 OK 那可能都蛮有经历的 我也是经历过来的人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要去面对一连串的问题的清单 是吗 通常我们会忧虑是因为那件事情 真的是对我们很重要 或者甚至于是那个事情其实是蛮困难的 如果当这个事情的结果对我们来讲 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期望的 或者是这个事情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 也就是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不对 如果很会计划 我就是那个很会计划的人 但是突然变化了 我就懵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就会开始去烦恼 去忧虑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突然要去面对一个危机 比如说 我们身体突然出现的状况 但是呢 我又 我又 我又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 医生也检查不出来 这个忧虑就更大了 对不对 对 这个忧虑就更大了 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忧虑的 整个的背后 其实隐藏的是一个什么 恐惧 害怕 对 所以我们会从烦恼期间是很烦恼一件事情 然后会陷入一个忧虑 因为你不停地在那个问题上面一直在围绕 一直围绕着 脑子就会开始去问 如果万一发生了 怎么办 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问 怎么办 这件事情怎么办 我该怎么去处理 因为它完全在我的失控当中 它完全不是在我的预期当中 那我怎么办 有人说交给他吧 交给他吧 说得很容易 但真的到事情的时候 你就交不出去了 我在1996年移民到基督城来 你知道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自己受伤 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 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1996年移民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其实是带着一个梦想过来 移民的梦想 想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环境 所以我全家就移民过来了 但是就突然就失控了 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 开车不同方向 用的是英文 我要去面对孩子的学习 我还要面对我自己 还要上课 然后那个时候亚洲店又不多 我还要烦恼孩子明天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于是我就是从烦恼 开始陷入了忧虑 最后陷入了忧郁症 那两年 对我来说日子真的 非常的痛苦 我先生不得不把他的工作 全部放下 来到基督城陪伴我们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睡着比醒得更好 所以有一天我趁我先生去接孩子的时候 我就把在台湾我要移民出来 我的家庭医师就给了我几颗镇定剂 是很轻微的 但是我那时候只想说 我就睡了不要起来了 我就把那把镇定剂都全吃了 吃了之后 我什么时候醒过来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只听到我的先生在我耳朵边一直哭 然后拼命拿了牛奶拼命给我灌 但是他到底我睡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段的时间对我来讲 我真的怎么都走不出来 我看了医生也没有用 都没有用 什么都没有用 我的先生在我的身边 我的孩子在我的身边 但是我就是把他们推开来 因为我觉得我怎么 我好像被关在一个盒子里面 我怎么跳都跳不出来 那个黑暗 有一天我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就像一个我不会游泳人 把我啪丢到一个游泳池里面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啪啪 我想啪一个浮沫能够让我浮起来 于是我就跪在我的房间对着窗口 我就念念有词的说 我不管你们是上帝还是耶稣 还是释迦摩尼还是观星 反正我能认识的这些神的名字 我全部念了一遍以后 我说只要你们谁可以救我 我这一生我就跟定你 几个月之后我就认识了一些在教会的姐妹 她们就把我带进教会了 所以1999年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就开始跟神有一个信仰的旅程 走到今天你们看我还活在这里 这一个信仰的旅程神带我冒险 其实她最大要医治我的是我心里面的那一个不安全感 那个惧怕 而就让我知道我从小我就有这些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去想很多事情的人 说我会有很多的计划 我现在要讲的是 好 我的见证就分享这里 等一下我会分享后半段 比较精彩的到后面 我的孩子 我的丈夫 甚至包括我台湾的家人 他们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在台湾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很开心 很活泼 我甚至一看到谁自杀 我都觉得我很瞧不起他们 可是我居然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所以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对吗 我找不到出路了 但是耶稣救了我 但你知道我对孩子的影响吗 那个时候我的孩子 两个小的九岁十岁 对他们影响很大 到最后孩子们长大 我才隐隐约从他们的身上 可以看到一点他们的惧怕 他们的忧虑 他们小心翼翼 他们容易紧张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 忧虑的背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也对我们周边的人 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主耶稣他在教导我们整个主导文当中 有一个坚固的一个大纲 就是神的国降临 因为一切关乎饮食 赦免以及保守 都跟神的这个国度有关 我们来念一下主导文的第一句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 对不对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所以神是首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接着说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所需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在 这是什么 这是赦免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保守 是不是都跟我们的生命 生活有关 是不是跟这个神的国度有关 是 其实耶稣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权人 我们的身心里的昌盛丰富富足 自由喜乐 但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信仰 可以活化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用一个更积极正面的一个态度去生活 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去操练 与圣灵同行过着信心的生活 而不是在一个忧虑惊恐惧怕当中 来过我们的日子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 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请惠宁姐妹来帮我们读 对不起 好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我们一起读好吗 终于这个轻视那个 你们不能服侍神 又服侍金钱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木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 喝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就必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谢谢惠宁 谢谢惠宁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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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了 OK 好 我们刚刚从这边 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 是今天我们要来 来看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贴切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国度六章二十四节 讲到两个国度 两个主人 我们只能怎么样 只能选一个 只能二选一 你是要选神的国 就是基督的国 还是你要选撒旦的国 就是世界 我们讲的是金钱 马门 更多只讲到偶像 世界很多 除了金钱 名利等等的 这些都可能会取代到神的位置 所以你们要怎么选择 你们要选神的国 或者你说 我神的国也要 我世界的国也要 我两边的利益我都要 可以吗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但怎么选 信心 信心来带领我们怎么去选 谁才是我要服事的主 所以在十节的第一条 神怎么说 除我以外 不能有别的神 对 我们的神 他也是非常的专一的 所以我们不能一边服事神 然后另一边 我们又去拜着偶像 我们是一群 分别为圣 出来属神的一个子民 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了 神的国度 基督的国 那我们就要按着这个 神的国度的法则来行事 而不是按着这个世界的潮流 规范 让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的家庭 能够在神 让神来在我们的工作 跟家庭当中来居一个守卫 这个样子我们才有能力 超越 在世界当中 他借着诱惑 借着试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金钱 偶像等等的 来成为辖制我们的力量 所以信心决定 我们专心服侍的是谁 其实信心呢 本身它是一个关系的名词 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 不是在问说 我相信什么 而是在问 我相信的是谁 我跟从的是谁 我服侍的是谁 当我们在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信心 在测试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当我们主动的来服侍 来专一的服侍 跟从信靠 这一位天国的主人 事实上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也就是说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以至于让你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没有任何的条件 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就只单单在爱 在神的这个爱里面 这个天国主人的爱里面 因为你知道 他爱你 所以你回应 这位天国主人的爱 所以你爱他 所以你心甘情愿 主动来跟从他 来信靠他 然后来服侍他 好 我们来看第二点 信心决定 你要倚靠神 还是要倚靠你自己 我们马太福音 从25节到32节这里 耶稣一再用说 不要忧虑 你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其实这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离不开我们的衣食住行 对不对 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 你的才能 你的精力 还有你的财富 还有你的能力 使得我们在这个地上 辛苦付出劳力的同时 不要失去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正确的目标 诗篇有这么样的一段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 别人发财 家世真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走 他的荣华也不能随他下去 他在世的时候 虽然自称是有福的 并且说 只要你风足 人就称赞你 他还要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去 永不再见光明 人想富贵而不聪明 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 对这里讲到耶稣说 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再怎么样 就是去追求一些物质的享受 我们把精神精力 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或者是我们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 哎呀你看人家有那个 为什么我没有 我有了这个还不够 我还要再更好 只是说对我们来讲 这些其实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 因为这是 耶稣说这其实真的就是教外人所做的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在世的时候 虽然自称是有福 你看这个人自称他自己很有福 并且说 哎呀只要你富足了 人就称赞你 人称赞你不是因着这样的富足 这不是神国的概念 这是世界的概念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在物质上面去追求这些 所以耶稣说 一再地在经文里面 一再地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用野地的百合花 还有空中的飞鸟 还有那些小草 耶稣说你们的天赋 都还养活他们呢 你们的天赋都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你们看耶稣一再地提醒 我们说你们的天赋 你们的天赋 在这个路加福音12章那边有一个 耶稣讲一个富翁的比喻 你们知道吗 应该有读过这个 有个富翁他很有钱 对不对 然后他就把那个粮食就储存在他的仓库里面 然后那一年他就特别地丰收 丰收了之后 那仓库不够放了 所以他又盖了一个 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 把我所有的粮食全部存在那个里面 然后他拿把椅子坐在前面 哇非常得意扬扬地说 从此以后 他就说灵魂啊灵魂啊 从此以后我可以高枕无忧啦 我从此可以伺候快乐啦 可是神怎么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我要把你的灵魂拿走 你这些东西要留给谁啊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 生命气息都连接于我们的天父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兽数 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神要我们怎么样 一天一天地跟着他的脚步走 我们的生命在于他 我们的气息都在于他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忧虑 耶稣说我们不要做小信的人 好第三就是信心能够带领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 如果今天要你解释 什么是神的国 你的认知是什么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领域 就是圣灵运行的那个领域 我们称之于神的国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寻求神的事 要优先于世界的事 这里说求神的国 事实上是寻求 寻求不是一次 而是持续性的 持续性的 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寻求神的国 寻求神的同在 寻求圣灵充满的那个领域里面 更简单地说就是 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选择之前 我们都要寻求天父的旨意 天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去回忆 体贴天父的心意 也回应耶稣 对我们的使命与呼召 当代译本呢 他的讲的更为白话 我们来看当代译本 好我们一起来读当代译本 他说三十二节开始 世界的人最关心的是 衣食问题 但你们的天父 对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是知道的 那么又何必烦恼呢 你们首先要关心的是 上帝的国和他的公义 至于其他的东西 上帝自然会赐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的难处烦恼 因为难处是天天有的 只要解决当天的问题 就已经够了 你看他这里用的是 难处烦恼 烦恼多了就变忧虑 忧虑多了就变焦虑 焦虑多了就变忧郁 烦恼 神说每一天都有烦恼 都有难处 对吧 都有难处 是天天有的 但是我们只要解决 当天的问题就够了 不要想着说 我今天解决 我还是顺便解决明天的 甚至我还是解决后天的 坦白地说明天 我们都不知道 别说不是明天 而是说一个小时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所以这段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烦恼 当天的事情 当天解决就够了 对吗 好 其实在忧虑的背后呢 其实隐藏着是一个惧怕 胆怯跟负面的思想的情绪 它会一直缠绕着你 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 负面情绪的背后 情绪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只 我们看不见的黑手 也就是说 当你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 在忧虑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不知不觉的 被恶者推上了一个 鼠邻的战场 就推上去了 推上去了之后 因为你只是在问题当中 你一直在环绕 你的问题当中 你什么时候站到战场 你自己都不知道 于是恶者呢 就开始怎么样 对 他就开始 射火箭了 以夫所说 他的经文里面讲到说 你们把以夫所说这个 念一下好吗 此外又要拿稳信心的盾牌 抵挡恶魔的烈焰火箭 烈焰火箭 看到了吗 你们知道 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 其实你说那个恶者 他能不能碰触到你 他碰不到你 你说恶者 他会不会掐死我 他不会 就是因为他靠不近你 所以他用火箭 当你在那个战场上的时候 你完全无意识的时候 那个火箭就射进来了 射进来 第一个他攻击的 就是我们的战场 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 思想意念是 我们属灵征战的战场 不是一个 你看到信 眼睛可以看到 哇 战场有坦克车什么 不是 而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这一块 两支箭射出来 第一箭 就是射到 攻击我们的思想 攻击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 比如说 当你知道你要祷告 刚刚有人说 去祷告啊 OK 好 你去祷告 祷告一天 祷告两天 怎么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改观呢 怎么始终都还是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耶稣没有听我的祷告啊 耶稣不是很爱我吗 是不是耶稣不爱我了 我 我 我真的是属耶稣的孩子吗 你开始有怀疑 怀疑进来了以后 你就开始不信 你就开始沮丧 第二支箭射进来 就是你的想象力 它射进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是很会想象的 神给我们一个很 的这个创造我们 在这个思想意念里面 这个创造 这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于是那支箭射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 你的儿女在国外 正在旅游 一个礼拜了 你都联络不到她 于是你就开始 想象力就出来了 哎呀 他们会不会开着车子 上了一座桥 然后那个桥突然啪断了 你知道那个想象力 是多么的丰富啊 我只是打个比喻哦 但我不知道你们想象力 会出现些什么 但始终是围绕着你在烦恼的那一件事 你在忧虑的那一件事情 光是这两支箭就已经把我们打到已经快站不住了 对不对 那二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为了要偷窃我们的产业 然后杀害我们的后裔 然后毁坏我们的生命 对 这就是他的目的 所以这里说 若没有征战 就没有得胜 若没有试炼 就没有见证 若没有不可能的环境 就不会有神迹 我接着要讲我的下半的见证 我接着要讲我的下半的见证 六章33节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牧师给了我这些经文 真的是跟我的见证有关 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 其他我都会加给你 一个对初信的人来说 经文是非常不容易记住的 但神却给了我这句经文 我记得八月底 黄圣中牧师来的时候 我请他为我祷告 牧师问我说 你要我为你什么来祷告 我说牧师 你看圣灵感动 你怎么为我祷告 你就为我祷告吧 于是他就问我 他说你来纽西兰多久了 我说我来22年了 那你有什么感想 他突然问我什么感想 我也不敢说我不敢想 但我也不能说我想什么 因为太多了 突然一下子东西太多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于是我就跟他说 我挺喜欢这里的 我就很客套了 讲了这么一句话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然后他就说 Julia你是从一个尊贵富裕的家庭 一个舒适的环境 你走出来的 你进到了这个地方 进到了基督城来 你是来受苦的 你无依无靠 我当时一听 我当然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的主日正道的时候 黄护士就讲 他说 他对着我们的会众说 第一代的移民 还有第一代的基督徒 是很辛苦的 哦 我就想到他要跟我讲的点了 于是我就开始去回顾 我99年受洗走到今天 我在基督城的日子 真的是神的手在带领 在生活当中 我跟你们一样 我要去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有三个孩子 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他一年来两次 我除了祷告还是祷告 我始终都记得神说 你要先求我的国 我那时候唯一的概念就是说 我要在教会服侍 所以我受洗到现在 我没有离开教会的服侍 家庭教会 我同时兼顾 那个时候 我先生每一年 都会来两次的时候 他常会跟我说 他在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常常听到我冒冷汗 原来神的手 一直在带领着他 每当我在为我的家里 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神总是给我一句话 说孩子你放手 放手交给我 可见我是多么会抓的一个人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我恐惧 我在我眼睛看不见 在我无法掌控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害怕 这将近二十年的 整个的信仰的历程 神医治我最大的 就是我的惧怕 还有我的没有安全感 其实这跟我的出生 有很大的关系 但神就是要这么制作我 所以他都跟我说 你放手 而且是从我身边最亲近的 我的三个孩子 我的先生 我发现 他照顾我 神照顾我先生 比我照顾他更好 我先到现在身体很健康 不会因为着我不在 而他身体一团糟 没有 我就是祷告 神就让我看见说 孩子你放手 你不放手 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句话始终伴随我 整个的信仰的旅程 放手不容易 对我来说 对我这个人来讲 要我放手是 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神就是很有耐心 让我去经历一连串的挑战 我的老大 大儿子 是一个重听 从小就重听 他是一个残障的重听者 当他来到这边求学 读大学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期望说 他可以花多少年 可以把大学读毕业 他在Canterbury大学 读数学系 我以为他可能会读个五年六年 可是这个孩子四年 就把大学读完了 因为他的听力的问题 所以他在大学 整个的这个教授在讲什么 其实他根本就听不清楚 虽然带了助听器 可是神却为他预备了一个义工 在旁边帮他抄笔记 他的考试也很特别 他就这样子 四年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坚持非要回台湾去 回到台湾 我们要面临找工作 所以中间也是经历 再经历再经历 我的心是跟着这个孩子 一直在经历 神怎么样来开拓 他的前面的道路 他在银行坐过 他在那里坐过 神开始开拓他 直到今天 这两三年 他进到了一个美术馆 台湾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家 叫做朱明 朱明在金山 那个地方 有山有水的地方 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 一个雕刻中心 一个展示中心 一个艺术的展示中心 一群的年轻人在那边工作 那个地方非常的安静 对我儿子的耳朵 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神就为我儿子预备 这都是完全不是 我可以去掌控的 我的女儿 大家都知道 Jennifer 大学硕士毕业那一年 毕业正在找工作 那一段时间 我刚好 2010年 我刚好要跟着短宣队 第一次进中国 同时两件事情在并行 我就一直为我女儿祷告 一个礼拜之内 三个不同的人 就是透过今天的一段经文 天空的飞鸟不中也不收 天赋尚且养活他们 更何况 她是我的女儿 透过三个人 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给了我这句经文 我心里就安定了 当我的飞机飞出去 到奥克兰转机 我女儿信息进来说 妈妈工作我拿到了 就去到了Napier 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去到了Napier 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她在电力公司 在Unison电力公司 她要出差 有一天她打电话跟我说 妈妈我要出差 我几天之后我要出差 我要自己一个人 开车到Rotorua去 两个半小时 我要开山路 我一听我懵了 因为她不会开山路 她从来没开过山路 于是我就跟她说 女儿你等我 妈妈坐飞机过来帮你开车 她说 妈妈你别笑死我的同事了 你看神要我放手 你看神让我放手 最厉害就是 她把我女儿抽走 抽到很远的地方去 你想帮她都帮不上 后来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祷告 那段时间我正在读神学 其实那一天她出差 那天我完全忘记 她出差了 直到那天晚上 她出差回来之后 回到了那个那边 她打电话跟我说 妈妈我回来了 晚上八点 我在想 你今天出差 我说她怎么样 她说妈妈 下好大的雨啊 下好大的雨啊 那个雨一直下 我的雨霜都来不及霜 然后妈妈我就感觉 我的车子在一座山 一直转 一直转都转不出去 然后妈妈我都 我真的好紧张 然后我一直放着诗歌 然后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我紧紧抓了我的方向盘 你知道那天晚上 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因为我开始感到害怕了 怎么会这样 可是神却保守我那一天 我居然安然的没有去 陷在那个忧虑里面 祂让我完全忘记 那天是祂要出差的日子 然后那天回来 神说你看孩子 你放手我就接手 他们电力公司 在那个农场里 会设立那个电线杆 他们这些工程师 就要去抄写一些数据 那都是农场养牛的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 他完全联络不到 这家农场的主人 他不得不跳进 他们的那个柵栏 跳进去 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结果他被牛追 他就在前面一直跑 一直跑 我说那你怎么办 我就开始念圣经 我就读最熟悉的诗篇23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就一直 那将近两年的时间 神提升了祂的灵命 因为祂生活中的需要 祂工作中的需要 祂的第一份工作 祂要摆上更多的精力 跟精神的时候 祂只有紧紧地抓住神 神说你放手 我就接手 再来我最小的儿子 他说我三个孩子中 最小一个 是最rush的一个 我都觉得他最不会 自理自己 他连怎么做一餐饭 给自己吃 他都不会 我就一直跟神说 你什么时候把他弄出去 你什么时候把他弄出去 这孩子在我身边 真的没长进 有一天神真的把他弄出去了 他自己主动跟我说 妈妈我要去德国 我说好那你去吧 我太开心了你去 我说那你去德国干嘛 你为什么不去英国 英国就在旁边 他说不我去德国 我说你去德国干嘛 我去学德文 三个月 我三个月够用吗 他就去了 我就放手 我心难过吗 我记得那天 我正好要上圣灵课程 我们神学院 神就把喜乐的灵 夹给我 我送儿子到了机场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身边 我是憋住我的眼泪 好长一段的时间 那一年快要结束 有一天他跟我上Sky 他说妈妈 我要跟你说些谢谢 我突然觉得我女儿 我儿子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感性 后来我说怎么了 儿子怎么了 他说妈妈我来到德国 你知道德国人他们会讲英文 他们不跟你讲英文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在德国那样日子 我深深地体会到你 妈妈你英文不好 你英文一团招 但是你是怎么带我们三个孩子 在这里成长的 妈妈我真的可以深深地体会 你的辛苦 我儿子这么大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么 这么让我心动的话 我真的是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这不是我逼着他说的 而是从他的心里面 你知道神把他带进一个环境 带进一个环境 他在一个积雪很厚的地方 骑着脚踏车 在德国过日子 他的行李箱拉回来的时候 那行李箱下面的轮子都破了 神说放手把他们交给我 我必接受 这就是我将近二十年信仰的路程走过来 每一次的经历 我每一次的放手 你说我不惧怕吗 我惧怕 我害怕 但是在放手 当我看到神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在我家里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今天我的孩子 如果你们碰到我的孩子 你们随便都可以抓一个问 你妈妈现在的妈妈跟过去的妈妈 有没有改变 他们都觉得 妈妈你变得太不可思议了 今天包括他们的婚姻 我都让他们自己做主 因为我知道神掌权 我知道神掌权 好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战场 当我们陷入在忧虑 陷入在所有的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是要站在战场 成为仇敌的剑靶吗 成为他掳掠的目标吗 还是我要主动的站起来 去征战 那我征战要不要得胜 耶稣说 他让我们在地上是要征战 是要让我们过一个 征战得胜的生活 那我们靠自己可以吗 不可以 对 谁说不能 对 正确答案 不能 如果是我 我都怎么做 我跟大家分享 我会带着信心 虽然我的信心不够大 但耶稣不要我们 做一个小心的人 所以我要带着信心 奔向神的宝座 所以今天诗歌 小丽太厉害了 我们同感于一灵 奔向神的祭坛 到我喜悦的神那里 到我喜悦的神那里 宣告神的属性 以及我在基督里的身份 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 站立在神的面前 让神来为我们征战 让耶稣来为我们征战 因为他是那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 奔向神的祭坛 宣告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有哪些 来 念一下 神的属性 公义 正直 慈爱 怜悯 信实 良善 温柔 还有呢 节制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在 他无所不能 他是为我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是习在 精在 永在的神 他是我生命的光 他是我生命的源头 然后宣告我在基督里的身份 当我宣告神是那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因为这位何等伟大的神是我的阿爸天父 是我的阿爸天父 谁还能够攻击我呢 没有任何人可以攻击我 第二个是宣告预言 预言是神一个秘密的武器 我记得我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灵命几乎荡到了谷底 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几乎起不来 我几乎是瘫在地上 我几乎对教会任何的事情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几乎对着神给我的意象 呼召的那个意象 完全是模糊的 你知道二者的谎言 一再都在攻击我 我的灵就是始终都站不起来 那个时候小丽 就鼓励我去参加 Hamilton的一个 从美国来的先知的特会 我就去了 其实坦白来讲 我根本就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先知预言 我真的都不知道 但那一次 因着那个先知 两个先知为我祷告祝福 透过神的话语进来 我录起来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一直都放在我床的旁边 当我沮丧的时候 当我面对难题的时候 我就把那先知的预言拿出来 因为他所讲的这些预言 都是跟我当时在面对的问题 完全match起来了 我的怀疑 我的等等的神 给我的声音等等 我都已经陷入一个模糊 陷入一个谎言的状态的时候 先知的预言就是这么说的 神说孩子 这就是我的声音 你不要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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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灵可以知道说 这个话是从神来的 你可以很敏锐到 知道这话是给你的 其实先知的预言 它是 当你读这个先知 因为先知性的话语 它是带着造就 劝勉 鼓励跟安慰 都是从圣经来的 我们是可以去查验的 所以当你给自己宣读 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预言 进到你的这个思想意念里面 事实上你已经在阻挡了 恶者给你的谎言 因为这些预言 它可以提醒我 不要忘记 神对我未来的心意 以及他有能力来成就我的命定 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当不管是牧师为你们祷告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代导团队 为你们祷告 或者说给了你一个图片的时候 你们记下来 当你们的灵命走到一个 低谷的时候 或当你们的灵很衰弱的时候 灵命衰退的时候 你们把它拿出来 对着自己宣读 这是神一个秘密的武器 好 第三是在圣灵中要喜乐 耶稣希望我们的心里面是喜乐的 约翰福音的17章13节讲到说 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了你们 还有我们接待圣灵同在圣灵 有喜乐的果子 你看到吗 双重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就是要我们喜乐 在喜乐中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是自由的 还有罗马书14章17节讲到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这是真言 真言说的 所以我常跟自己说 天塌下来有我爸爸顶着 我不怕 第四 在敬拜中 我们要进入一个神的安息里面 我们去寻求祂 我们就必寻见 我们在寻求 在安静的那个安息里面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那个智慧 跟启示性的灵 让我们很能够清楚明白 这件事情 神他有什么心意 他是什么看法 而我们怎么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当我们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坦白地说 每一件难事你都负不了责任 我常跟自己讲 我负不起责任 我对我的丈夫 对我的三个孩子 我没有一个我可以负得起责任的 神负责任 我只要遵循祂的心意 跟顺服祂的旨意 祂必负责 第五 让耶稣为我们征战 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这点非常的重要 祂是我们的中宝 对不对 律师不在场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跟魔鬼说话 什么意思你们懂吗 当负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 啪啪啪那个剑射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说 那像这样怎么办呢 那我该怎么做呢 哎呦那这样好可怕 你觉得我应该 万一如果怎么样呢 你就在回应他了 哇饿着可是开心了 这两只剑不够再继续设第三只剑 这个时候你的灵要敏锐到 设定你的界限 在你的思想意念里面 把那个门关起来 设定那个界限 不要跟你的负面的情绪去对话 当恶者在追杀我们的时候 赶快跳到宝座上 坐在耶稣的旁边 我们在耶稣里面对不对 那耶稣现在在哪里 耶稣在腹的右侧 对吗 赶快跳到宝座上 坐在耶稣的旁边 二者一看到你爱敬耶稣 他就跑了 耶稣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当每个人听到悔改 这个字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但事实上悔改 就是改变的意思 我们今年四月份开始 教会开始进入一连串 一系列的这个天国文化的课程 我们刚上过的天国元素 里面就讲到 身为天国的大使 我们是身为天国的大使 我们虽然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代表着另外一个神国度的世界 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但是是我们的任务在世界 比方中尔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非常的让我非常的记忆深刻 他说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努力上天堂 他说上天堂的责任是耶稣 基督徒的责任是把天堂带下来 所以我们要在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一个素质 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 惧怕并不存在 爱即完全完美 就把惧怕给除去了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就不完全 当代一本讲得更清楚 他说在爱里没有惧怕 而且完全的爱能驱除恐惧 因为惧怕意味着刑法 心里恐惧的人一定未能在爱里得到完全 所以我们要深知天父对我们那一个 完全没有条件的爱 因为我们不完全 当我里面有惧怕的时候 我的爱不够 因为我没有在神的完全的爱里面 所以我渴求神的爱不断地来充满我 不断地来充满我 所以 神的国 它是代表神一切的丰富 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吗 谢谢 世界它会过去的 但是神的国却要存到永远 它是我们的产业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这里讲到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对喜乐 公义和平并在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我们不要为握不住的明天 甚至于更远更远的事情 甚至于是包括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们都不要去忧虑 不要忧虑今天晚吃什么 因为忧虑会使我们 失去对神信靠的心 我们深知深信天父 祂掌管着明天 当我在预备这篇奖章的时候 就有一首诗歌就跳进我的脑海里面 对我来说这首诗歌是很遥远的 但是我想它跳进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我们一起来唱 我深知它掌管明天 好不好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白切的荣耀归给神 你们愿意可以站起来 我深知明天将如何 每时刻爱人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活着一难 我不愿将爱而忧虑 因我只身所以去 今天我逼出同心 他深知前途忘记 我深知明天的阳光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他知道 我们不明了的事 但神他知道 我深知我也深信主 祂掌管着明天 dirig 一样 因我相见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要跟大家来宣读一段 2018年我所领受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言 2018年是奇妙的一年 虽然会有许多的天灾人祸 但神祂掌权 祂将超自然的平安赐给我 无论我的生命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我父神的平安在我身上掌权作王 回转 回转 回转归向神 当我回转我就会看见 我父神一直在等我 当我回转我会看见 我父神施恩的手都在我的身上 2018年会有许多的动荡不安 但我父神超自然的平安在我身上掌权 有一双钉横的手穿过云彩 拿下一个巨大的箱子 这双手把箱子打开的时候 在箱子里有许多的黄金 元宝 父神说 我要相信 相信 这是给我的 是给我是 是天父给我的一个丰盛 是天父要给我的富足 2018年我会经历在物质上的丰盛 有许多的天使来到我的身旁 把一件透明发亮的外袍披在我的身上 2018年父神要将他的圣洁 他的荣美 他荣耀的外袍 披戴在我的身上 这是我蒙福的一年 也是我得尊荣的一年 虽然世界动荡不安 但我父神使这灾远离我 使我满有尊荣丰富 这一年 有许多的人 我所期待的高升 父神会使我梦想成真 我亲眼看见我的家人家族 不是一个一个的信耶稣 而是一群一群 一批一批的归向耶稣 2018年也是在灵力极大丰收的一年 我父神说 你要喜乐喜乐喜乐 有争战 但有得胜喜乐 有艰难 但我父神必交这灾远离我 我要大大的喜乐 回转归向我神 我必得着神给我的荣耀 尊荣 丰盛 一切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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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带领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 阿们